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咨询奉告》 今集我们邀请到市政署的代表吴嘉禧先生上来的节目 吴先生 你好 早半个月左右就到了农烈新年 市政署特别安排了一系列的城市清记活动 可否与观众介绍有关的活动 按照传统习俗 家家活活都在新春节前 为家居进行大授权 慶迎新春 因此在2019年农历新年前 市政署联同卫生局 团体和学校合办 澳门城市清洁运动支 全民清洁营生税系列活动 期望透过有关的活动 带出健康生活和保持城市清洁的重要信息 藉此换起全民重视环境卫生 可否介绍更多关于 全民清洁营生税系列活动的内容 好啊 全民清洁营生税系列活动内容非常丰富 包括1月26日下午2点至5点 在鹿阳花园休戏区举办 全民清洁营生税啓动仪式 演场设有舞台节目和摊位游戏 以轻松的表达方式将保持城市清洁 及外户环境的信息传递给市民 而在1月至3月份期间 本住将会分别联同学校合办 学校清洁巡礼 等学生一起动手清洁校园 另外也会和团体合办社区清洁活动 和大厦屋苑清洁活动 包括组织义工方众 对社团的会址和附近的设施进行清洁 以及组织全老多个高层大厦和管理人员和住户 在大厦和屋苑内进行大型的清洁活动 鼓励大家动手齐清洁 共建洁净的环境 在新年的前后 如果有大体式的废器物 或是莲花莲吉需要清理 市政署有没有措施方面市民的呢? 每逢农历年年年底 都是弃至旧物的高峰期 因此在1月22日至2月4日期间 本处将会联同清洁专营有限公司 在全老多区共设置132个大体式垃圾收集站 方便居民棄置旧家具和大件垃圾 而在农历新年期间 即是2月5日至2月22日 有关的站点就会变成年花年一的收集站 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 各位棄置大体式垃圾的时候 记得要留意地点和时间 每个收集站都持有指示牌明确标示 而市民就需要在晚上8点至11点期间 才可以棄置 同时记得要摆放稳妥 重量避免影响行人和交通 共建清洁的城市 如果大家想了解 有关垃圾收集站的详细地点等 可以浏览本署的网协 又或者致电市民服务热线 2833-766-766查询 今天谢谢吴先生 没客气 节目时间到了 再会